這次為了演唱會 我特別修頭髮 那當然修頭髮 我通常都不敢剪太短 因為我覺得 我是一個不能沒有瀏海的人 這時候 外面不會動啊?對不對? 只要裡面 今天秦瑞先生姐 問問你為什麼? 你最年來會幹嘛? 他不喜歡太短 太短 在演唱会我也希望可以最有自信 最舒服的站在舞台上 但为了这次演唱会 其实特别有修短一些 因为有考量到这次演唱会的一些细节 包括像会淋雨淋湿 会有水的部分 所以其实头发会完全湿的状态 要怎么去顾到 因为我们只有几分钟两分钟的时间 就要马上把头发吹干 然后重新再做 然后出来就是弹钢琴 或者是下一个表演 所以其实头发这个问题蛮大的 所以这次发型师也特别建议说 头发可能在旁边的地方要修短一些 你看修的蛮短的 到时候其实头发湿了 但是还是可以见人 对 还是自己看得过去 所以这次为了演唱会真的豁出去了 我觉得其实我是一个 还算可以沟通跟说服 然后也敢尝试的人吧 在适合的范围内 我觉得还是要讨论 然后看一些reference 在剪之前要先讨论好 我很担心我剪头发 变得这个感觉很坏 因为很坏就不适合唱情歌 你知道吗 就是会有那种感觉 所以我这次也特别交代说 我们可能不要软头发 就不要换颜色 就是保持黑色 然后从我原本的这个黑色去发挥 用线条去呈现出这次的头发的发型 三分钟要跑到后面去 要不然你还是打 你一开始都快把他戴起来 就从后开始戴假发 从后开始戴假发 从后开始戴假发 那么把假发拿掉还是死人 因为牛了 哈哈哈哈 没戴已经看了 对啊 对啊 好 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什么时候弄上去 最晚什么时候弄上去可以 对啊 剪短一点 但我觉得 虽然旁边短 但是刘海还是长 我觉得至少还是可以 保留一些 淋雨淋湿 然后刘海遮到一点点 有生命感 我觉得这个还是 林俊杰的一个很重要的招牌 哈哈哈哈 谢谢 niet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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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